嗨嗨大家好我是晨晨 今天去哪玩呢 我在台南星化大木匠 究竟星化这里有什么好吃 好逛好玩的景点呢 那就跟着晨晨一起吃喝玩了吧 我们出发咯 Go 好那我们从我们的台南火车站 达成我们绿杆线 直接直达我们的星化车站 是这个 绿色公车 从台南火车站出发 搭乘搭台南公车绿杆线 即可轻松直达星化转运站 车站位于星化区中兴殿 距离周边景点 只需要步行几分钟即可轻松迪达 哈喽大家 晨晨虾来到这边是星化两间 星化最著名的景点 莫过于这条星化老街 从自治时期开始 星化就是商业贸易兴盛的地方 一阵排近百年历史的老洋楼 仿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是星化老街的特色所在 观察入围的你 不妨抬头看看 每一间洋楼的建筑花纹雕饰 其实都不尽相同呢 星化老街上目前也有两间老屋 整修后开放游客上到二楼参观 分别为近发米古商店 及常态西药房 晨晨我也是第一次站在不同视野的高度 欣赏车水马龙的老街道 感受古建筑的工艺之美 好那过了星化老街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 就会来到大木匠文化人机 走咯走 那现在在我旁边这一栋 是星化的武德殿 自治时期为建道及柔道的训练场所 武德殿内的弹簧墓地板 是全台湾唯一的特殊建筑形式 走在上面多了一番 短幽短幽这种弹跳感 值得你一起来走走体验 好 经过武德殿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 现在来到的就是日式宿舍群 一整排的日式宿舍群 2015年底修复 正式启用后 成为台南风鸣一时的拍照打卡热点 热潮过后的现在 反而觉得更能好好自在愜意的品味 老屋古葡的细形呢 来 来到这里刷了 大木匠古事馆 大木匠古事馆 目前由长荣大学正阳进驻 一进入古事馆内 可以看到 新化过去产业发展的 相关历史及小故事 像是百年建发年米厂 代表的米食文化等等 馆内也摆放新化无保 蜂蜀 凤梨 竹笋 橄榄 吉胡麻 吉祥物的设计作品 让游客们拍照留念外 还可以把吉祥物的卡片带回家 眼看下午十分 逛着逛着也饿了啦 新化老街上几间特色点心 是晨晨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爱店 老板坚持内馅真材实料的 圆圆铜豆饼 其中粒粒分明的红豆 或是芋头及芝麻口味 都是晨晨我的最爱 另一间古早味蛋糕装卖店 吉野村蛋糕 这腾腾出炉香气十足 多种口味可供选择 不论在地人或是观光客 都是时常购买的老主顾 一趟旅程回家前 总是要带一些在地伴手礼 这间从小吃到大的瓜瓜园 一整大包的番薯片 送礼自用两箱仪呢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晨晨分享的 这些旅游景点的话 那别忘了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唷 拜拜 我们下次见 再见